有人曾经跟我说 他的相机太小 不够长 被客户鄙视 于是他到网上买了一个兔龙 加了一套配件 最后收了客户10万块钱的单 客户很满意 觉得他很牛逼 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 谁说大的不是好的 所以呢 这不下周有个大单 为了满足这一个 多收客户10万块钱 我也出去买了一套 我来给你做一个完整的搭配 那说到相机 咱们这里也不能亏待自己 Sony A1 Let's go 我们慢慢拆箱 不过呢 说到Sony A1 可能很多朋友问 哎 乔治你不是有个Sony A1吗 不 我是一直都有 只是没有给你们大家分享 我也没做任何的参数 我也没做任何的炫耀 因为我一直想卖个关子 这个关子不是为了 什么炒个热度啊 什么 毕竟要炒的话早就炒 只是呢 我之前答应过大家 可能会给大家抽一台相机 最终我现在还没有决定 到底抽哪一台 现在手上是个A3 这里有台A1 后面还有一个7C 所以呢 10万粉丝快到了 你们可以关注一波 到时候具体抽什么 你们弹幕留一波 今天呢 咱们就打造这台相机 我觉得是时候跟大家见面了 那这次搭配的配件 基本上都是small rig 那好处是这一套所有的装备呢 其实跟我的A3是统一同款的 呃 所以我可以快速的互换我两个相机 只是先把它搭配起来 然后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我选了这些配件 3 hours later 所以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小姐早上起来 最期待的不是你的面孔 而是隔壁快递公司的小哥哥的面孔 拿快递拆箱真的是上瘾啊 首先是咱们的吐龙 装完还是挺结实的啊 没有任何的晃动 跟S3其实手感是一致的 底下呢还有一个小工具 相信我搭配吐龙 我吃过很多坑 之前我7C M3 不是不好 我觉得可以更好更优化 咱们这次要求的是 又实用又好看 而且在客户面前 哎 就是那么有逼格 为了实用为了好看 这次呢有几个讲究 那第一呢 我这次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nator rail 方便我们快拆我们所有的配件 说到手柄呢 这次我选的是nator rail的手柄 直接通过nator rail 直接滑到我们的吐龙上面 这个吐龙旁边是带 卡口的直接可以滑上去 锁住它 即可使用 特别方便 然后拆线呢 也特别容易 那如果你想用HDMI夹子 哎 这里是通过吐龙 而别在这里的 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用你的所谓的手柄 那Sony A1和S3 其实他们的HDMI都是大的接口 所以还挺合固的 我呢 这次就不用HDMI线了 如果你担忧这个锁不够紧的话 你可以买那种 哎 双锁口的手柄 那个接口呢 由于它是在底下锁口 所以你可以同时用HDMI夹子 也可以用手柄 在你的左边 那在相机上面呢 我这里还安装了一个nator rail 为了 记住 这次的核心目标 就是做一个快拿 咱们这样上的快 结束以后退场也快 直接拆卸 拍拍裤子 就能走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提手 这个提手呢 上面有一个录制按钮 通过我们的手提 哎 去录制相机 所以这个又特别方便 直接滑上 然后锁住 它是送你一个连接线的 插上以后 咱们即可拍摄实用 由于我的手柄 这次你可以看到 它不是向前突出 所以会碰到我这个连接线 S3呢 不会碰到咱们这个插头的 因为它的手柄呢 是向前突出的 所以呢 你买手柄的时候 记得考虑一下 那这个呢 是一个基本的搭配 咱们要多说10万块钱 还不够 现在要加什么呢 就是监视器 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提手 都是用阿莱这种 它比较牢固 然后呢 还是蛮实用的 第二种呢 是这种 那这种呢 颜值非常高 而且特别方便 它有个快拆的一个功能 带铝合红的这种颜色 咱们就知道 高级 高级就意味着什么 多可以收客户一点钱 这个东西呢 是通过咱们的Natorail 也是滑轨 那所以直接放到滑轨 就可以使用 像这种提手 所以还是用阿莱这种接口 会比较牢固 而且位置也比较方便 当然了 如果你想在手柄上放 也是可以的 上面安装一个滑轨 然后呢 绑定上去 我们先把镜头放上去 这边随便拿一个镜头 唯一可惜的是 这个镜头不够粗 所以呢 可能得少收1万块钱 不过呢 够长 所以我觉得客户应该 还是会满意的吧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个办法 我们要搭建的是 我们的底盘 这个底盘 我这次选的是咱们这一款 可以看到有个扳手 这也是为了快拆 我们先把底下这个底座 安装上去 两个不同大小的锁口 搭配好了 咱们直接架上这个底盘 OK 直接放上去 翻手一卡 就搞定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底座 如果镜头特别大的时候 你是可以 看到没有 两个15公分的碳纤维 那如果你的镜头非常长 非常重 非常粗的话 需要一个咱们这个镜头支撑架 你是可以左右 然后调整它 然后锁定 然后为了固定它 直接放在底下底盘就可以了 帅还是挺帅的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一点 就是 就是这个遮光斗 那它们有两款 一个是mini 就是小型的 一个是普通款 电影机像fx6 fx9会有大的 然后呢 如果你真的要大的话也可以 可是我觉得 咱们这个小的 蛮适合这种微单的 而且最好是 它也是摊纤维 特别轻这个东西 跟我们的这个底下的棍子 还有后面的 我的这个搭配 都是一致的 安装转接环后 这里呢 还有一个4×5.65的滤镜 而且这里不只是放一片 你可以多放几片 那由于现在是前面偏重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当你把电视器放上去以后 这个东西会比较重 你可以把电视器放在后面 或者你可以放一个V口电池 解决两个问题 供电和这个稳定性 那这里用的是V口 哎 快车吧 你可以躺着放 也可以竖着放 那我这次选择是竖着放 因为这样的话呢 当我们电池放在后面的时候 其实可以用它来 靠着我们的身体 或者是胸口 三个接触点 让我们的相机拍摄更稳定 而且这样呢 也更好看一点 俗定它 那电池呢 我这次选的是影城的 这个智能电池 而且呢 碳级线路的外表 那虽然是假的 跟我们的这个 整体的柱子 还是挺搭配的 包括我们前面的折光照 都是一个系列的 这样的话 重量就平衡很多 而且你可以靠着胸口 然后拍摄 那这个电池的好处呢 就是它上面有一个LCD 然后显示所有的一些 我们现在的参数 USB的接口 左右都有一个D-type 所以供电是没问题的 像这种V口电池呢 其实也不必要 包括现在有这种智能的MPF电池 然后它们是带额外的DC接口的 它是可以给你相机 包括你的这个监视器供电的 我们现在把监视器放上去 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前后晃动了 它的平衡是很稳定的 所以我们的一个战斗机就形成了 稍微有一点点那么重 可是这东西带出去 我跟你说 10万块钱 不是梦 而且如果你是索尼A1或者A3用户 我这里要强调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用这种假电池 这个东西是塑料空的 直接就是一个供电 然后电是从我们的D-type过去的 它可以防止我们机身的温度没有那么高 因为电池本身 如果在机身里面的话 它是有热度的 假电池你反而录制的时间更长 包括A1的AK 30多分钟 这个东西就有点过热了 当然没有别的品牌那么烫 所以用假电池 然后把屏幕打开 会帮助它散热 而且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当然如果你不想用假电池 你可以用USB 然后连接一个Type-C的接口 直接给相机供电 然后这里面再放一个电池 作为备用 OK 同时给电池相机充电 然后这里还有个备用电池 保证你可以用一天 没问题 整体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如果你要拿下来的话 其实也挺方便的 快转板一拆 整一套系统就拿下来了 其实这样的一个机器 也挺帅的 如果你真的要所有东西都拆卸的话 也很快 然后底下也就脱离 一拧 周光照 一拧 这个相机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相机 方位机其实也很快 我们算下时间 一般开始 卡住就好了 最后当然你还需要一个麦克风 然后直接连根线到我们的儿童幕 或者到我们的相机 由于儿童幕它是可以外接收音的 所以这里还可以放一个无线小密封 这个小密封可以连接咱们的相机上面 或者说采访客人的一个收音 然后这个麦克风是一个环境音 或者是一个备用的收音 通过咱们的儿童幕是可以录制4个声道 或者是更多的声道 这样的话就比较保险 那如果客户觉得还不够值 你可以玩法很多 可以把这个前面的监视器拿下来 放到旁边 上面放一个捕捉灯 或者 再夸张一点 我给你带来看一下 如果这家伙觉得还是不够 你直接把这个给架上去 够夸张了 插上我们的D-tap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一个搭配 我觉得这种夸张的火 他们还不给10万块 咱们这个东西就不要接了 Peace